Monkeys 隨時隨地都在玩遊戲的他 電腦乾脆24小時不關機 上節目時不計形象搞笑的貼上鬍子 逗得大家笑到不停 今天我們就這裡的12個 私下反差大到令人跌破眼鏡的韓星 Blackpinker的激素 身為Blackpinker的悶面及大姐擔當 在隊裡面很常擔任媽媽的角色照顧大家 妹妹們也相當的依賴他 個性溫暖 長相又精緻到不行的激素 其實私底下是個超級愛打叮咚的宅女 我來玩遊戲 隨時隨地都在玩遊戲的他 電腦乾脆24小時不關機 成員們還爆料大姐很忙 因為要一邊玩手遊一邊玩線上遊戲 真的不曉得是怎麼做到的 還在直播時回覆粉絲 遊戲是現實的 昨天也在 就算少吃點東西也要投資到遊戲裡面 完全看不出來 雞素是位沉迷遊戲的女子 反差的興趣實在讓人意想不到 그만하라고 真的 쓸데없는 거 하잖아요 뭐라고? 我的警告 她 戴心 쓸데없다 하지마 알았어? 少女時代 潤娥 내가 나를 좋아해 這麼魅力四射的潤娥 其實內心是住著一位調皮的小男孩 最初一端是 너무男人一樣 그렇게 하고 다니지 말아라 이런 말을 많이 들었는데 단편 언니들한테 정말 친절하신단 YUNA 이번엔 Tiffan인가요? 아~~ 上節目時 不計形象搞笑的貼上鬍子 逗得大家笑到不停 너희들 참 예능인으로 거듭나 Oh 說自己私下的專長是貼膜 主持人聽到就讓她上前來炫技 殊不知 拿到手機後 潤娥居然說她沒貼過這個 한번 붙여본 적이 없어 응 哦 그래? 응 한번 붙여본 적 없다고? 主持人開始驚訣不對勁 看似熟練的潤娥貼好膜後 讓所有人都傻了眼 因為手機膜居然冒出了 滿滿的泡泡 되게 기쁘個忙 哇 忙了 따로 Zero down 그 수리성의 기쁘本 哦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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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甚至還會超級炫炮的開酒技術 這麼自然的女生誰受得了 啊 啊 啊 Sexy 我 Sexy 那最反差的就是他笑起來 立刻變鱷魚的模樣 和仙氣的外貌相比 反轉魅力 更是讓搜碗愛到不行啊 虎旭俊 진짜 진짜 特丹耶 特丹耶 嘿嘿 時常扮演霸氣男主角的他 其實私底下是個超級貼心的暖男 而且還超會做飯哦 只要碰上比自己年紀小的朋友 一概當弟弟來照顧 在飲食堂二中 變身成打工族的他 不只是學習語 還主動幫助人 Cocoa Vino Tinto Vino Tinto C 餐廳關閉後 蒲旭俊還會幫大家準備晚餐廢料 不過這麼認真的他 其實私底下也是一個超級搞笑的人 上節目玩遊戲 直接把歐巴給甩掉 歐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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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種反差行為 都讓人更愛歐巴啦 薛仁雅 在社內鄉親中 展現幹戀又可愛一面的薛仁雅 實際上私底下是個豪溫又充滿喜感的小酷妹 薛仁雅就曾經在 我獨自生活展現自己私下的一天 一開始就有點讓人吃驚 因為他表示 平常起床後 只刷牙不太洗臉 直接噴保濕噴霧 就結束這回合 除此之外 雖然說薛仁雅平常看起來也不是焦弱型 但他喜歡的運動類型也讓人很吃驚 像是巴西柔術 衝浪等等 他近期迷上的則是滑滑板 即使不停的摔倒 他都還是會站起來繼續挑戰 甚至還滑到褲子都破了 那帥氣的模樣 不管是男生女生都會心動耶 不過真的要說最反轉的部分 肯定是他所圓我的搞笑魂 那每次上綜藝節目 都會拋開偶像包袱 那巴色鳥的魅力真的是 翻轉再翻轉 要不喜歡他都難呢 崔宇直 別看表面一副 陰柔呆濃的樣子 他可是有181公分的長腿歐巴 雖然平時很愛宅在家裡面 但卻是個會衝浪 滑雪 登山釣魚的超級運動長者 在關鍵的時候又很可靠 像是在E-State裡面 幫忙引導客人 我的名字是烏西 我會為你今天來的旅行指導 除此之外 他的個性還超級搞笑 阿里 恩美恩美 宋安吉 去KTV唱歌的企劃 更是直接放飛自我 超失了 沒想到最後機器 居然超不給面子的 給他打了0分 BTS的V 不論是V的人 應該都會以為他是個 高冷 蠻接近的帥哥 但其實真實的他 根本是為 通心未泯 調皮撒嬌鬼無物 只要產生好奇的東西 就一定要立刻知道答案 某次好奇一樣物品 V就把手指戳進去 結果因為好奇心不小心浪手搜 直接卡住拔不出來 平常超調皮 很愛鬥弄成員 逮到機會就想要搗蛋 就連上節目 準備受訪時 也一直騷弄 主持人浦袍借的耳朵 最讓人覺得 反轉的就是V 笑起來純真的樣子 和他充滿神秘又精緻的長相 超級反差 而且他也是個 超級愛小孩的人 只要碰到小孩一秒被融化 雖然個性細心 但有時候動作又超級直男 力會被大家稱作為 四次元魅力 真的不意外 因為你永遠不曉得 他下一秒會做什麼 我問了所以 我只是在醫院 我去醫院醫院醫院 這一點就算是 說到我們划殺 第一個一定會把他跟 性感及霸氣視為等號 不過當他出演我獨自生活時 卻意外的展現了 超級反差的一面 私下的華沙很隨興 舉手投足還帶點大媽的味道 一起床就先開電視 還被主持人笑稱像是奶奶 吃東西的時候 更是毫無忌口 大口大口的吃 似乎完全忘記自己是偶像 因此還被粉絲稱為是 因為我看華沙吃東西時 真的太療癒 節目播出後 直接引爆烤腸之亂 華沙效應讓那間店大爆紅 引來一堆想要一探 究竟這個腸子 究竟有多好吃 B8個ShiningKey Shining的Key 平常在隊裡面 都是冷嘟男的模樣 實際上啊 身為團類媽媽擔當的他 私底下反轉魅力的點 真的可以是說都說不完 -你這畫面很久不見了 -你現在是Key的Key的Key -你那是Key的Key 最有名的就是 他會在家裡面 種菜 種花這件事 -你這畫面很久了 -你這畫面很久了 另外平常非常討厭運動的Key 其實運動神經超好 在國中時還是位滑水選手 也曾經在全國大賽中得獎 不只可以單手拉繩子 還有魚魚可以撥髮耍帥 -你這個打不住嗎?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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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金素顏 演員金素顏出道多年以來 雖然只有演過兩次惡女的角色 但因為Panta House上流戰爭 裡面的千瑞珍形象太強烈 再加上金素顏本身漂亮又很有氣質 讓人忘記其實私底下他超級呆蒙 -喔orient了 這邊沒有 -不要啊 沒關係 太過來 -你來吧 牠 ja -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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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牠是不是 -什麼喔? 金雄雲平常雖然看起來有一點冷厭 但他只要一開口就會讓人覺得特別軟萌 他唱玩什麼好呢 還有Running Man等綜藝的時候 玩遊戲總是會露出害羞的一面 講話語調也都會上揚 撒嬌更是家常便飯 這麼可愛的反轉魅力 總是會讓人驚訝過後 扔不住露出微笑 而且一點也都不會有做作 或者是反感 他像蒙面狗王的模樣 真的又是魅力反轉加暴增啊 妳知道他有一個魔性的孝順嗎 哈哈哈哈 這男朋友耶 哈哈哈哈